大家好,我是五四七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淘宝上买到一些好东西 我在淘宝上采过不少雷 当然也买到过不少好东西 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吧 今天的视频呢,就是想把我买到这些好东西 包括衣服呀,视频呀 然后分享给大家 当然,这不可能追溯到七八年前 大概也就是近一两年吧 大家可能会好奇在海外 你是怎么把淘宝东西运过来呢 我用的就是一个叫做潘利的转运公司 听起来有点像安利 因为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数量比较庞大 所以我就不一一跟你们说了 我就直接穿上身给你们看 如果有一些单品不是淘宝上买的 我会在视频上面标注出来 这样你们找起来也方便嘛 那淘宝的话,我就不给你们链接了 你们用关键词语搜一下 其实应该不是很难找到 你们实在找不到的话 可以微博私信我 还有货的话,我就会把链接发给你们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你穿着白色的裙子啊 站在我的屋檐下 听着险下 听着夜声 看着夕阳 树着年华 等爱人回家 窗外的夜影啊 你唱着幸福和悲伤 唱着泪泪门的旧故事啊 裙脚飞扬 是你的青春年华 嫉妒忧伤 嫉妒在我心里绽放 裙脚飞扬 像你在十七岁时的模样 请叫飞扬 你站在路旁 请叫飞扬 随风去远方 你的头发 在风中飘荡 那些年 渡过的往事啊 留在我的床带 你轻声说 关系深河 唱着流年 把青春度过 路边的榕树下 我弹着吉他 你听 那是我们 的青春年华 君教飞扬 水里的青春年华 嫉妒忧伤 嫉妒在我心里绽放 君教飞扬 像你在十七岁时的模样 请叫飞扬 你站在路旁 请叫飞扬 随风去远方 你的头发 在风中飘荡 时光飞吧 穿越你的墙发 越过高山 去到那最遥远的地方 飞吧飞吧 回到你十七岁时的模样 去叫飞扬 在那个早上 五十年了 我们都老了 你的模样 你的飞扬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U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